解放前 在旧社会备受歧视 如今是幸福的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了 为了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 这是设置了吸尘器的变速抛光机 这种工具叫蛇皮钻 手拿着使用灵巧自如 用它来镂空透眼 那就太方便了 这是功效很高的钻石粉开料机 像这样一块大料 不一会儿就可以切开 这是更先进的超声波达孔力 它不仅可以打圆孔 还可以打各种几何形状的孔 这些现代化的机器设备 用于玉石加工的历史虽然不长 但它为玉石工艺的发展 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在技术革新的同时 玉石工艺业在组织生产方面 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 这是在厂党委领导下 组织大会战的一次设计会议 这是准备制作的花灯图稿 设计稿确定以后 车间先后用了六个组的人 来搞会战 突击这套产品 下面是大花灯的几个主见 渐渐都凝结着艺人们的智慧 才能和心血 渐渐都体现着社会主义 集体创作的优越性 这一套美丽壮观的碧玉大花灯 以两千多个透颜组成的龙凤花纹 而且带着二十四挂链子 只用了半年多时间就完成了 这在旧社会的多方里 是不可想象的 只有在社会主义今天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 才能创造出这个奇迹来 艺人们不断努力攀登 新的记忆高峰 年年都做出许多 超过历史水平的精美作品 和现代题材的优秀作品 供劳动人民机场 为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枝叶风貌 张法新颖的珊瑚花卉瓶 翘色玛瑙花卉瓶 这是以极其坚硬的翡翠做的花篮 秀玉圆 这样大而精美的翡翠花卉 过去是罕见的 这是以我国名贵的白玉 灼成的薄胎花卉 洁白而细腻 造型别致的荷花杯 也是用白玉酌成的 反映藏族人民喜货丰收的 松石产品丰收 歌颂视角医生的寻诊 翘色玛瑙作品五只鹅 都是白羽红头黑眼珠 预料的天然色彩 用的多么诀窍啊 利用性质硬碎的玛瑙料来多层镂空 记忆上用着极大的难度 玛瑙双蟹和虾盘 是勇于创新而非常成功的创作 世上无难是只要肯登攀 在毛主席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 艺人们正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努力攀登 可以预见 我国的这门传统工艺 必将会接出更加灿烂的艺术成果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